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燕童子 作者 公泽贤志 我来到流沙南端一个洋柳环绕的泉水边 用泉水搅拌随身携带的炒面 准备这天的午餐 这时一位朝圣老人也来到这里午休 我们相互默默地微微点头致意 继续埋头准备各自的午餐 由于整整半天都是孤独一人旅行 因此 午饭后我依然迟迟不愿 与那泉水和年迈的朝圣老人告别 我心不在焉地注视着老人那上下滚动的后劫 我想与老人搭话 可对方过于沉静 使得我感到有些自讨没趣 我猛然发现泉水后方有一小庙 庙极小 小得几乎可作为地理学家或探险家带走的标本 小庙崭新 红黄油漆 尚很鲜艳 显得有些异样 小庙前面虽然寒酸 但还是竖着一根方杆 我见老人饮用餐完毕 便走上前去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那庙里祭祀的是哪方神灵 老人似乎也正想向我述说什么 默默地点了两三下头 咽下嘴里的饭 低声说 是童子的 童子是谁 叫咽童子 老人收起碗筷 蹲下身捧起泉水 竖了竖口说 叫咽童子 啊 这就好像刚刚发生的故事一样 咽童子就是在这儿从天上下返的 这样的贡堂 近来流沙对面一带也有很多 是天童下返呀 是因为犯了罪才从天上流放下来的吗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附近的人们都这么传说 也许是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能不能给我说说 如果您不是急着赶路的话 哦 我没什么急的 我只能跟你讲讲我所知道的故事 传说在刹车 有一个叫虚利耶归的人 以前曾经是名门贵族 破落后 与夫人默默无闻地度日 夫人仿现之步 他本人则坚持书写佛经 一天清晨 虚利耶老爷与他持乡的表弟行走在原野上 地面是美丽的青石板 天空一片灰白 暴风雪即将来临 虚利耶老爷对其表弟说 你不要再杀生自卫了 你还是快快改些归正吧 表弟冷冷地回答 我改不了 你实在是个残酷无情的家伙 你知道你伤害残杀的是什么吗 无论是什么 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 虚利耶老爷教会他的表弟 也许是那样 可也许不是那样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就更有趣了 行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 都是老黄利了 你瞧 大燕是在那边飞吧 我这就射下来给你看 说着 表弟端着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虚利耶老爷紧盯着黑压压的燕群 就在这时 对面生起一颗尖尖的黑子弹 郑重逼一只大燕的心窝 大燕摇晃了两三下 身子燃起火焰 发出令人心碎的惨叫 一头栽了下来 子弹再次升起 穿透第二只大燕的胸口 然而 没有一只大燕企图逃跑 与此相反 他们却悲鸣着 尾随坠落的大燕 向地面飞来 第三发子弹击中六只大燕 只剩下队尾 最后一只右燕还没有受伤 六只大燕燃烧着 哀笑着抖动身子向下沉 右燕哭泣着跟在后面 即使这样 大燕整齐的队伍仍未混乱 看着看着 须利耶老爷惊愕地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眼中的大燕变成了空中飞人的形状 六个飞人被鲜红的火焰缠绕着 不住哀嚎惨叫 抖动着手脚向下坠落 最后唯一没受伤的是一个十分可爱的燕童子 须利耶老爷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孩子 第一个人很快落到地面 这是一位白须老翁 老人摔倒在地 身体仍在燃烧 骨架立在地上 双手合在一起 好像拜见须利耶老爷 老人悲哀的呼唤 须利耶老爷 须利耶老爷呀 我求求你了 请带走我的小孙子吧 须利耶老爷走上前去扶起老人 好的好的 我一定收留他 可你要告诉我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大燕一只接一只落在地面 火焰仍在他们身上燃烧布置 他们中间有大人 也有佩戴着美丽英乐的女孩子 女孩已成为熊熊的红火团 手却伸向对尾的燕童子 燕童子不知所措 盘旋着哭个不停 大燕老人又说 我们是天上的一个家族 因为有罪 现在寿命变成大燕 我们已经接受了惩罚 即将归天 只是我的小孙子 尚不能与我们同归 因为与您老人家有缘 就请您收养他 做您的儿子吧 求求您了 须利耶老人忙说 好吧 我全明白了 我一定抚养他 放心吧 话音未落 老人已倒在地面 化为灰烬 须利耶老爷和持墙呆立的表弟 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事后 据须利耶老爷表弟讲述 当时 枪塘余热未散 子弹也少了许多 那些人跪倒过的那块草地 也的确杂乱无章 童子毫无疑问地就站在那里 须利耶老爷终于如梦初醒 对童子说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孩子了 别哭孩子 你以前的妈妈哥哥们 生到美好的国度去了 来 跟我走吧 须利耶老爷带着燕童子 回到自己家里 走过那条铺满青石板的小路 那孩子轻声抽气着 跟在须利耶老爷身后 须利耶老爷和夫人商量 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可考虑了三四天 也没想出个合适的来 没几天 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刹车 人们都管着孩子叫燕童子 无奈 须利耶老爷也这么称呼了 说到这儿 老人尝出了一口气 我望着脚下一小片苔藓 眼前清楚地浮现出那些 从天而降 满身是火的人影 老人望了望我 接着讲述 刹车的春天快要过去了 原野上白花花的柳絮 满天飞舞 远方冰山反射出 难以形容的刺眼光芒 果树婆娑起舞 百灵鸟在空中 掀起清澈透明的声波 燕童子这年已经六岁了 春末夏初的一个傍晚 须利耶老爷带着这个 从燕界而来的孩子 走在大街上 玫瑰色的云彩虾 黑蝙蝠好像从眼前飞闪而过 孩子们在长棍上 集一根绳子相互追逐 跑来跑去 燕童子 燕童子 孩子们丢下棍子 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 将须利耶父子俩围住 须利耶老爷笑着迎接孩子们 孩子们齐声高呼 燕童子 小燕子 燕童子 从天上飘到须利耶家里 其中一个孩子开玩笑说 大燕孤儿 大燕孤儿 春天到了 你还赖在这儿吗 大家轰得笑了 忽然 一块小石子飞来 打在燕童子脸上 须利耶老爷赶快 护住童子 对大家说 你们想干什么 难道这孩子 做了什么坏事 开玩笑可以 为什么要扔石子 孩子们于是叫着 纷纷跑进 向童子道歉 问候童子 其中一个孩子 还从衣兜里 掏出一把 无花果干 递给童子 童子自始至终 面带微笑 须利耶老爷也 和蔼地原谅了大家 然后 带着童子 离开了那里 在浅玛脑色 宁静的吸埃里 老爷对童子说 你刚才真坚强 童子搂住 父亲说 爸爸 我以前的爷爷身上 有七颗子弹呢 朝着老人 看了看我的脸 我也一动不动地 仰望老人 那温润的眼眶 老人接着想到 又一个晚上 童子久久难眠 在床上翻来覆去 显得十分痛苦 妈 我睡不着 须利耶夫人 听童子这样说 便走过去 轻轻抚摸他的头 童子大脑 早已疲倦不堪 如同照了一层 白色的网 又来荡去 网中挂着一弯新月 下面长着一片 葱菜一样的嫩芽 还有一个奇怪的 四角形软东西 越来越大 最后变成一个 可怕的大盒子 夫人担心地 他对老爷说 童子的额头非常烫 须利耶老爷 对着刚动笔 抄写的经文 合掌败笔 便起身唤醒童子 给他洗好红皮带 领他来到街上 车站周围 家家户户都已关门 星光下一排排房屋 黑洞洞地淋沥着 这时 童子莫得听见水流声 他想了想问父亲说 爸爸 水晚上也流动吗 须利耶老爷抬头望望沙漠对面那些闪着清光的大星星说 河水夜晚也奔流不息 河水无论是白天夜晚 只要不是平地 永远奔流不息 童子大脑一下子平静下来 想立刻回到母亲身边 爸爸 咱们回家吧 童子扯着须利耶老爷的衣襟央求 两个人进了家门 母亲迎上前来 还没等母亲双好门 童子已爬上自己的床 衣服也没顾上脱 就呼呼睡着了 还有这样一段传说 一天 须利耶老爷和童子一起坐在桌旁吃饭 桌上摆着两条用蜜糖煮的鲸鱼 须利耶夫人将一条鱼 摆在须利耶老爷面前 另一条分给童子 妈 我不想吃 童子说 很好吃的 来 把筷子给我 须利耶夫人拿过童子的筷子 把鱼夹成小块 劝她说 好了 这回吃吧 好香哟 母亲夹鱼时 童子紧紧注视着母亲的侧脸 突然感到万分惆怅 一阵悲哀骤然袭来 她豁得起身飞跑出家门 面对青天白云 放生痛哭 这孩子是怎么了 须利耶夫人惊慌失措 出了什么事 你快去看看 须利耶老爷也不安起来 据说 当须利耶老爷和夫人出门看时 童子依止住哭泣 正向他们微笑 还有一次 须利耶老爷带着童子 经过一个马室 看见一匹小马鞠正在吃奶 这时 一位身着黑布粗衣的马商走来 拉过小马鞠 和另一匹小马鞠绑在一起后 不声不响地牵走了 母马惊恐地高声思鸣 但无济于事 小马鞠还是被静止牵走了 走到远处拐角时 小马鞠猛地扬起后蹄 驱赶腹部的苍蝇 童子从旁边观察到 母马茶色的瞳孔 突然摟住须利耶老爷 哭了起来 须利耶老爷并没有训斥童子 而是用自己宽大的袖子遮住童子的视线 迅速离开马市 须利耶老爷让童子坐在岸边绿色的草地上 拿出一大把香果给童子吃 温柔地问 你刚才为什么哭呀 当然哭了爸爸 那些人硬是把小马鞠抢走了 那是马 没有办法的 小马长大了 应该独立生活的 可是那个小马鞠还在吃奶呢 要是一直留在母马身边 小马到什么时候都是要撒娇的 爸爸 他们要往母马和小马鞠背上换很多货物 强迫他们走那些艰险崎岖的山路 如果没东西吃 会把他们宰了吃他们的肉 须利耶老爷专做肉无其事 他想还不是跟童子讲成年人想法的时候 但他感到这童子有些令人忧虑 须利耶老爷在童子十二岁那年 送他去离家稍远的首都一家佛教司所读书 母亲夜以继日地仿线织布 以便为童子寄学费和生活费 冬天快到了 天山已被白雪覆盖 桑树荒叶飘零 一天 童子突然跑回家来 母亲大人从窗里一眼望见了童子 而须利耶老爷却仰装不知 继续抄写他的经文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我想以后一直同母亲一起干活 我没有心思读书 母亲担心父亲发火 连忙说 大人的事 孩子家不用操心 童子还是快回学校去乖乖的念书 长大了 要被父母争气 妈妈 您的手竟干粗活 那么干裂粗糙 可我的手却这么白嫩 快别说虎话了 人上了年纪 手都会军裂的 快别说这些了 你还是回去安心读书吧 我只是盼着你赶快长大成人 这些要是让你父亲知道了 那可够呛了 好孩子 听话 快回去吧 童子慢吞吞地走出院子 上了大道 可没走几步 又回过头来 母亲迎上去送了他一程 来到一片沼泽地 母亲回去前说 好孩子 快些走吧 童子仍然久久助力在那儿 呆呆地望着自家的方向 母亲无奈 转身拔了尾子 做了个哨子递给童子 童子终于迈开步子 朝阴云密布的天 挥着围草走去 童子的身影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在远方 天空传来一阵鸟群扑打翅膀的声音 须利爷老爷从窗前向外望去 只见一对大雁正从空中飞过 他不进心里咯噔一下 就这样 冬天到了 严冬过后 杏花礼花相继展开白花 接着树木草地也变得灿然一新 云风围拢着四角形天雨 正值此时 刹车城镇边上的沙土里 挖掘出一处古代刹车大乱偶 一块墙壁尚保留的完好无损 石壁上画着三个童子 其中一个童子尤其画得唯妙唯孝 赢得了大家一致的赞赏 一天 晴空万里 须利爷老爷进城拜访了童子的师父 向老人家一再致谢 并赠送了夫人之的三匹粗布 然后说想带童子游晚半日 父子二人走过拥挤不堪的大街 须利爷老爷边走边若无其事地说 怎么样童子 今天晴空万里 你这个年龄正是展翅高飞的好时候 童子语气沉重地回答 爸爸 我不想离开您 我哪儿也不去 须利爷老爷笑了 当然了 在人生这一漫长的旅程中 不应自己一个人飞向遥远的天空 不 爸爸 我哪儿也不想去 谁也不会离开的 是吧 父亲对童子的提问 有些莫名其妙 我是说人可以永远待在这里吗 任何人都不要孤零零一个人离去 这可以吗 嗯 还是不离去的好 须利爷老爷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 二人穿过城内广场 渐渐来到郊外 沙地一望无际 有一处被人们挖了一个大坑 很多人站在坑底 父子俩也好奇地跳下去观看 里面有一块古旧的壁画 虽然褪了色 但画上的三个天童子的形象 依然十分清晰 看着这幅壁画 须利爷老爷不禁大吃一惊 他顿时感到好似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 从远方天空飞来 并突然砸落在自己头顶 他故作镇定地对童子说 果然不错 实在太逼真了 简直逼真的可怕 这位天童子不知什么地方很像你 须利爷老爷回头望望童子 却见童子喊着笑慢慢倒了下去 须利爷老爷惊愕地赶紧上前抱住他 童子躺在父亲怀里 梦一般地自言自语 爷爷来接我了 须利爷老爷大声疾呼 你怎么了孩子 你哪儿也不要去啊 童子含含糊糊地说 爸爸 请原谅我吧 我是您的儿子 这块壁画上的我 是我以前的父亲画的 人们纷纷围过来 齐声呼唤 燕童子 燕童子 童子又一次挪了一下嘴唇 好像想说什么 可是须利爷老爷再也无法听到那声音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老人看样子就要启程了 我深感依依不舍 站在那儿合掌而拜 感谢您老人家为我讲述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其实我们只是在这沙漠边上的泉水旁相遇 虽然一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 但我感觉这并非是一种偶遇 看上去我们好像是一对旅伴 而实际上却素不相识 我们终究要共同沿着善事指引的光明大道 到达无上菩提的境界 那么我就告辞了 请多保重吧 老人默默地还了礼 欲言又止 然后转身朝我刚才来时走过的那片荒地 无精打采地走去 而我则朝着与其相反的方向 沿着荒凉奇迹的荒野合掌前行 感谢观看